好,我們對沉淀大概不像什麼 就是他所有的穴穴 一直的眼睛,一直的眼睛 他有點抵押在一起 壓力很大 所以沉淀有個現象喔 你去河邊海邊 你常常看到沉淀,沉淀大家長得亮 一沉一整的 多大塊 你看到大塊的沉淀都是長得亮 就是一大塊這樣子的一個沉淀眼嗎 很多層 很多層的感覺 所以你看到是一大塊 裡面感覺很多層 還是怎麼樣 然後別的感覺 然後別的經驗,其實你看過的 沉淀眼 沉淀眼看到的東西大概長得怎麼樣 一塊一塊 你看他的課本那些都尖淀眼看到長得亮 一塊一塊 一塊一塊,多大一塊 差不多...這麼大 不會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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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很大是...這樣大 該長什麼樣子 沉淀眼 沉淀眼 所以我發現很難的 沉淀如果在海邊 沉淀眼看到沉淀眼 那有時候比較像片片 片片片 片片片片片 然後有些石頭呢 它是一大塊沒有錯 但是很容易 很容易敲碎 沉淀很容易敲碎 那敲碎之後有時候會可能變成一層一層 都可能 它一個聖筒敲,一個聖筒變成一層 因為我們在沉淀的時候 在沉淀的時候 會選當下的時裝被影響 譬如今年可能剛好火山爆發 所以這邊有一層 火山灰 明年可能有 這裡火灰 會掉下一層木灰 好可憐 每次每個時期 每一年掉的時期 要的東西不一樣 所以它是一層一層的 那有些層呢 會比較脆弱一點 所以它破裂的時候很容易 從它一層直接這樣破裂開來 所以沉淀眼是讓有東西看 很大 那時候掉進去 就變得很濃 就這樣破裂一整片 很乾淨的那樣脆 那個裂口很乾淨 就裂開了這樣 通常就是沉淀眼 好 第三種原始叫做變質眼 什麼是變質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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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溫高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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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生變質變質眼 好 我們經常在日常生活中 高溫高壓 變質產生的東西 有什麼 就日常有什麼 大理石不是 大理石天然的 我們是拿出來切割 玻璃 玻璃也不是 玻璃其實它是 它不是電子眼 壓力波不是 壓力波是 壓力波裏面的東西 也不是 白頭也就進去 然後它也是壓力波 也不是 短矢是天然的 我都是長這種 我經常看到的 電子眼 電子眼 人造的電子眼 塑膠 不是塑膠 塑膠不上去 石英不是 石英天然 石英有天然有人工的 但是什麼是人工的變點 經常看到的 啊 水 非常常見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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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蝕磚 蝕磚 好啦 你們都把一種換掉給拆掉 蝕磚嘛 蝕磚 蝕磚 蝕磚跟紅磚的中間不一樣在哪裡 蝕磚的中間不一樣在哪裡 表面密度 表面密度 它是要不要拆除不一樣 一個是 你可以看到 蝕磚的質地很硬 它很細密對不對 它強度也很強 但是如果蝕磚的話 它比較不便宜 它就覺得大量生產量比較不便宜 它是比較空洞 好幾也算啊 好多啦 然後放到那個... 對對對 沒有錯 沒有錯 但是又是 你看像它說說前面那個 有沒有 它下來的時候那個高溫 它那個高溫 你用鐵喔 豪石 你用鐵的話就融化 像是陶瓷融磚 那個陶瓷就是配耐高溫 我們現在看到可以 不要配耐高溫 是陶瓷類的東西 你看 陶瓷類的東西 它變質顏嘛 簡單來講的話 它就是經過高溫 高壓所吸的東西 雖然是高溫之後的結果 你看一下 它每個成分都不耐高溫 為什麼它高溫都不耐高溫 因為它變質 變 怎麼變質 然後這個重新排列還有什麼 再改變 重新排列還有什麼 對 然後呢 怎麼排列 讓它可以永遠變高 你看 這個東西 這個石頭 變質顏可以這樣講 火塵顏 火塵顏可不可以變質 火塵顏可不可以變質 可以喔 火塵顏可不可以變質 可以喔 變質顏 為什麼它變質顏 你看火塵顏也是高溫高壓 火塵顏不是高溫高壓 火塵顏不是高溫高壓 火塵顏是高溫的 它們有高壓 火塵顏在那邊高溫高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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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變成變質顏 好 怎麼樣 這三種形狀哪個比較硬 變質顏比較硬 變質顏比較硬 所以為什麼思想生活中 我們看到紅磚 紅磚或者是石磚 都比較硬 異碎 因為異碎嘛 不變成異碎喔 它也硬到你還不會打碎 對 你說石磚這些火塵顏是會高壓 什麼叫高壓 高壓 高壓它的做法比較硬 它是硬壓的啦 在小空間 然後一直給它 就這樣你說 我從前去到完 我成立也是高壓 那我成立也是高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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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欸欸欸欸 你知道嗎 你可以這樣講沒有錯 它是高壓形成人 它是高溫形成人 沒有錯 但是它兩個都是去調理 還是去調理 它不夠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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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高溫高壓 同時作用的話 它變得更硬 你說狀態怎麼做 說真的我們一句句也不吸引 但是我的想像 它應該是用 它不用去壓 它不用去壓 它應該是 高壓 比如說你可以在一個 溺溺溺的空間裡 然後把它那個 然後把它 加熱 它加熱 會變得高壓 那壓力會很大 紅磚是要沒有高壓 紅磚只有高溫在哪 紅磚是要是變質 那水啊 它有變質 高溫高壓是一個 這個 是兩個都實在的話 會持有更好 高溫高壓 其中一個是它是變質 不是 變質的話 就叫變質 你知道變質 就是說 它本身的性種同樣 它已經經過化學滿硬 變質也是它這個化學滿硬 所以變質也不一定要收到 高壓 其中一個 然後改變 然後它是難以 對 但是基本上高壓 它可能會形成化學滿硬 高溫有可能 火生液裡面 自從有形成化學滿硬 因為火生液裡面的東西 它在形成的時候 就是 它形成的時候 已經在高溫之下形成了 它在高溫之下形成之後呢 它本身的 它會形成 為什麼它 火生液沒有化學滿硬 火生液可以在變什麼模式 那為什麼火生液在變質一次 它會變成一個硬 這是我們新的題目 什麼 什麼 好問題 火生液也是高溫之下產物 變質也也是高溫之下產物 那火生液為什麼可以在變質一次 火生液在變質一次 它到底變成什麼 那火生液就我決定的理解 它是物理反應 可是應該它只有物理反應是吧 有啊 它是有血啊 哪裡有血 變質炎的行程是在物態下發生改變 物原有的延期受到高溫高壓 發生物分融一融 產生煙漿 那之後 以鹽漿冷卻 性成的鹽死為火生液 所以 它只有 所以變質炎它的部分 融融 太融了 你說火生液啊 對 它變質炎 然後火生液是全部 在固态的状况下发生反应 活着眼向 然后冷却 那为什么它会变成反应 变成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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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我看到了 你们也都看得懂 来 你解释一下 你先解释一下 解释什么 你要解释一下 夜就是我们可以去上课 我那边编子眼差别在 我在那边编结过来在这边解释的话 他差了一个压力 所以他还是有压力 我那边基本上编辑很小 编子眼 编子眼是有压力 所以他被我爸爸说取其 你就可以让它出现了 如果层次眼里直接拿去变成 它可能是单准加热 它单准加热就是你的变化 所以火车眼变成变质也一定要有压力 那变成说它已经变质 它已经是火轮眼了 但是它经过地质变动 它要被埋到土里面去了 还在那里面去了 这时候火车要爆发之前 火在旁边的温度很高 压力又很大 这时候火轮眼就整个被一起加热加压 所以它变成一个直立跟尖 跟紧密的东西 所以它可能也是物理变化 编子眼可能是物理变化 就它火车眼的部分 它可能也是物理变化 但是火车它比较软是有可能的 有可能是它本身的结构 没有很紧密 没有很紧密的话就是说 这个杂质之间都是很搭配的杂质 所以沖激炎变质之后 所以沖激炎变质之后 可能会变化 沖激炎变质之后 应该会变硬 才是变硬 不过 它不是本来已经是高压 只有被加热之后 它重新排列 可是它的高压已经没了 这东西比较像是 这东西比较像是红砖的清程 红砖的清程 红砖的清程它只是把泥巴 跟陶瓷一样 我们陶瓷一样 我陶瓷 我今天用泥巴做醒之后 然后摆着 然后经过高温 它没有高压 它经过高温 它就整个结束烧结 这个过程是烧结 烧结是有化觉来的 它形成变质也很作为不定 它是经过化学反应 它是整个间接被改变的 但是火灯烟的变质 应该持续了 有个高压的形成 让它不变的 它还是物理变化 为什么它没有化学变化 因为它主要的原因是 它的成分 它的形成就是在高温之下 它能够反应的 在那个情况下反应化 它就没有什么反应 它就没有所得更多的反应 所以就不用进行 但是其实这个题目蛮好的 所以假如有玩那个游戏的话 不太好别人 所以我们知道 有好问题也没有加分 蛤 好问题也没有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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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谁 加谁 我 人家剩余 所以我就不加了 所以 你的问题 好 加半点 这是你的问题 火层岩 它有办法做两次 有就是说 它已经是火层岩了 然后它 它又被管小区都融掉 又加入新的东西 都在这里 有可能啊 有可能啊 然后它的 成分都变得多 或者变得少 这个东西 很难讲 你也没做到这样的实验 但假设这个 就不可能发生 比如火层岩是发生在山上 那山上 那里有火层岩 那我经过一个变化 它就从山上 撂...的… 撂...的…. 撂到山项 在滚的过程当中 它如果有碎屑净层 它有变却的 它就会变碎屑了吧 那这绝对 它滚到山底下之后 它又累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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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变成跌 所以它本身乘测就被拆开了 脆开라고 你知道它到底是火层岩 它被拆开了 就是普通火层岩 它会这样子拆吗 它有可能啊 一个市头 火层岩 valve vant 许一镶成 所以你掉下來可能這一塊 像我們剛剛說的糖菸玻璃砂石 那它就會掉就是一種 掉一片這樣下來 但是我講可能它裡面的結構是它比較粗鹽的 它比較粗鹽的 因為這裡塊可能是糖 這塊可能是鹽 這塊可能是砂石 所以叫鹽玻璃 但它磨的時候會不會它磨得再吸鹽 對不對 會變糖粉 會變鹽粉 會變砂粉 會變玻璃粉 已經很脆的 已經很脆的東西算不算混合鹽 就不算又變成獨立個體的 就算是有某一小部分巧克力 它複合了這麼多東西 你說它是鹽嗎 也不算是小搭體 像這樣它會滾 這個可能叫做斑作用 或是是風化作用 反正它會滾到三顆底下的時候 會滾到風化還會滾去的時候 它已經不滾了才會滾 它會變成磁炎 它再經過沉積作用 它回來變成磁炎 對不對 所以我們很難進去想說 這個火增炎 可不可以再做二次的燒血 可以 或者是 這個變磁炎 會不會再做二次的變磁炎 變磁有可能 但是這個已經 又是 像它類似一個生命的周期 就像我死掉了 我的細胞 會被還原成分子結構 所以你是數會喔 那好 有喔 那很會啊 我說你身體身上有最老的東西 三十五一年 這樣會不會相信 不相信 不相信 你身體所有的原子結構都超過三十五一年 很不相信 好啊 這好像是合理的 這不是合理的 這是事實啊 你身體遇某個原子以前 某個火龍的原子是什麼 哦 對啊 對吧 可以啊 我們身體你看 每十八克的水分子 就有六乘以十的二十三四八個原分子 每十八克你身體幾公斤 你在乘上倍數 假設這是 五十四公斤 可以三千倍 對啊 你在乘上至少五十倍 假設我們有這麼多東西 這麼多個分子 我死掉了 這些分子已經散到空中去嘛 裡面分子也掉嘛 經過各種反應 呼吸作用 植物的吸收作用 各種反應各種作用 它就散開了啊 散開散開的空中 我吸我幾乎很吸到 猴子的原子有沒有可能 猴子在那時候死掉 到目前它還是有原子 散過在宇宙中嘛 散過在地球表面啊 對不對 那我吸有空氣 我吸到的可能是 右肩死的二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 右肩死的二三四棒分之一 一個紅子 就吸到地球去 有沒有可能 對 紅子啊 我問我紅子啊 紅子 紅子 紅子都對於幾個 紅子也有啊 這麼多紅子的死掉 也有可能啊 身體上也帶太多奇怪的東西啊 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講說 這東西到底是誰是誰 一定很難訓練 但是我們講說 這是一個石頭的變形的過程啊 好 還有火燈鹽 變質鹽 呃 還有什麼 燈肌鹽 我們大概有一個概念了啊 好了 那我們接下來往下看啊 不知道上哪兒去了 我們要看看第十頁 第十頁 我們要看見到 有些外面的頭 突然是掉了 那是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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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還不太懂 這個 不是青花叫嗎 這應該是青花叫 但是 這個到底是什麼青花 我也不知道 為什麼 突然是要那麼大聲 我也不知道 沒有辦法 因為我可能會出氣 不是 這有可能是 本來大家懂得好好的 然後突然有一個青花 然後就開始叫了 那 就是大家就這樣 本來玩具都擺在那邊玩 突然有人去玩說 欸 我現在哪有玩味要玩 那就開始藏了過去 對不對 就大家吵起來了 對 就大家吵起來了 對不對 就這樣子 可是 本來大家睡覺沒事 下雨下很大 人家想說那個 很好的那個 這個mood 對不對 那個心情 結果突然有一次 母親都要跳過去了 所有的東西 就開始叫了 沒有可能 我不知道 對不對 或者是 對啊 有可能是因為 因為 求我去哪 這應該是魚瓜 有些魚瓜 可能先叫了 其他魚瓜 熊的魚瓜 可能是 欸 有人叫了 是不是有母魚瓜經過 那我也不該吃我 叫比較更大聲 我可以真實 得到大聲的機會 那可能已經找到了 已經 明花優組了吧 那其他哪 叫什麼 對不對 好 好 這個 哪一種生物 他的時間 時間感不一樣 時間的感度不一樣 有些可能 你看 我們家那個 不是很能叫的 叫的 有種 有種蟲 不知道夜晚的 很不知過 還有種是 通常不知道東邊 有種蟲 蛤 蛤 蛤都在燈光 他根本來不知道 蟲 蛤 惨蟲不知道中間 他出來幾天就死掉了 他根本來不知道 東融蝦老是種蟲 他根本來不知道 東融蝦老是種蟲 他是種蟲 也不是種蟲 他是真訓練的東西 他是訓練的東西 他是蟲在腰肉 他那是什麼 他是屍體 東融蝦老是種訓練的 他是真訓練的 就是屍體啦 是吧 他就看什麼 他是一種蟲然後裝進去 我們就死 死掉之後他就長不一樣 現在是屍體 耶耶耶耶耶耶 所以你用排言屍體 那你吃了不是屍體 那你吃了不是屍體 老師你知道那個 香港的那個 就是這個 然後我們就聰哥在現場 沒有無尊 然後在講這個評審 然後我分析給你聽 就是那種人家分析的分析 然後他就好 我分析給你去 然後我們想說 下次呢 分析析析析析 屍體用來 那有點好笑 他可能分析那個析析 跟析析析 三種人主要講寶寶 他會講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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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大部分都會學 普通話了 他都會講台語 好 好 我也來 我們看第十一 他其實有簡單講 要說那個 呃 成績岩的一個行程 大概有什麼 因為黏土的話 就是獵岩啊 黏岩啊 噢 粉砂的話就是粉砂岩 砂的話就是砂岩 歷石的話就是立岩 大家就這樣吧 這是成績岩的行程 立岩有看過嗎 立岩 我覺得是 挖一挖一挖 不過挖一挖一挖 你覺得可以挖一挖 可以 立岩都哪裏 你可以看到就是 你可以感覺到 簡單來講就是石頭 都沒有石頭 歷石你會挖挖挖 對 我這邊有一些石頭 給大家看一下 我這邊有一些石頭 不然你想起來 他也會有石頭 這就是石頭 我搜集了一些石頭 這是什麼 石頭 石頭 這是什麼 這就是成績岩的一種 你看它這是立岩 石頭就沒有石頭 石頭相當一些石頭 石頭相當一些石頭 石頭 就是吃的重的吃早 地圆就有挖挖这个血了 挖挖什么 最新的 阿祸石 有啊 很有啊 阿祸石就是很漂亮的 这是什么眼 这应该是十一类 不足成绩眼 所以应该就是成绩眼了 变绩眼就变绩眼了 它一终就啥 但是它可能是成绩眼的变绩眼 当然因为有十一 十一通法是因为它进入过 晶笔的那个排列平衡 它就要面称那种大块的十一 那会不会是 它就是十一啊 不论它是什么 白板的就是十一啊 会不会是成绩眼的变绩眼 变绩眼的成绩眼 不会啊 变绩眼的成绩眼 它在成绩眼前 它已经没有 没有碎过了 最晚它又是细细闪闪的东西 它不会变成一大块一大块的东西 你说哦 非常好 变绩眼 然后你多好 然后加绩眼 然后就变成绩眼 它会变成绩眼啊 它可能变成绩眼的绩眼 哦 好 像你刚刚讲的东西 有可能是 它有可能是火层眼 所以有可能是火层眼 但是火层眼 通常它的结构没有这么大块 它可能是比较散一点的 有可能是会变成绩眼 我可以变成绩眼 相对于深层眼 然后你跟它有一整层 一定要是单一阶段的层 就是层眼 我刚才讲是 你在层气的过程当中 它可能会有一个 就是层的气节 所以气候 所以什么样的变化 这一层的东西 比较是单一化的 哦 像这个是层眼 你看 更容易催裂 更容易催裂 所以这一层的变开 这变开变成一层的 这变开变成一层的 那就是像是一个石头 变开变成一层的 这样子 然后这是一个石头 对啊 这变点清楚 那你再加上一个石体 然后接在一起 这是好像是成一点的 对啊 那你会换了一点 像这个应该是层眼的 就是有一层 就像层间屏眼 层间屏眼 因为通常火层 都是很大一段的 你会在合一边发现的 通常是累积 就是有见层的 原来会很大 对 像这个有点像是 中间手层眼 然后这个有点像 手层眼 它有点像跟在一起 手层眼 直接 像这个层层眼 可以看得出来吗 它一块一块 一层层追跌起来 就层层眼 我像这个不一定了 这个我觉得这个优点 这个好像也层层 这个也层层 这种层层就出来 对 这个都不一定 层层也通常不太硬 这个可能会滑多 这个应该层层也不就是层层 它滑多通常就只有层层 它里面有层层也不错 或层层很多都 所以你不用 这个人先用选一层来看 他刚刚选一层就会看 好 层层屁股计划 好